大家好 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YouTube频道 今天咱们来讲一讲 B站发布了第三季财报 数据也还过得去 怎么股价就跌成这样了吗 11月30号B站也就是bilibili发布了它的第三季度财报 收入呢停滞 但至少没有下跌嘛 58.1亿人民币基本上跟去年第三季度是持平的 亏损还收窄了啊 还是亏了亏了8.635亿人民币啊 同比收窄了51% 去年大概亏了多出一倍的钱来 现在少了很多 甚至呢还实现了经营正现金流 那你说我已经经营正现金流了 怎么还亏损 很多东西你是要记折损 比如说买了一些什么样的公司 投了公司了 这个公司价值下接了 就这些玩意你都得算 只是它的现金流是正向的了 在这个基础上呢 还有了数据的快速增长 用户数据DAU呢 也就是说日活跃用户 首次超过了1亿啊 它DAU是1.03亿 MAU呢是3.41亿 这都是有快速增长 而且它的DAU跟MAU之间的比例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甚至是已经健康过头了 而且B站里头最亮眼的一个数据是什么 它的日均使用时长 也就是每一个用户进入到B站以后 它会停留多长时间呢 100分钟啊 就是一个多小时啊 这个是非常高的数字 可能除了像抖音快手这样的平台之外 很少有平台可以达到它这种使用时长啊 这个是 也算是后继勃发 因为对于这种流量平台来说 只要用户数在上涨 用户时长在上涨 这个变现呢 后边总还是能变得回来的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它怎么就股价跌了呢 它被评级机构直接调低了预期 股价暴跌了13% 到收盘的时候大概跌了11% 还稍微收复回来一点点 这是谁干的呢 瑞银啊 瑞银给它做了一个评级 将B站的评级从买入调整到了中性 原来说大家买呀买呀买呀 现在说你们看看啊 那么预期的价格呢 从22美金下调到了13.2美金 但是现在的B站的股价是多少呢 是11.51美金啊 就还没达到瑞银给出的这个预期价格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那只能暴跌了啊 明明是稳中向好了 为什么就不行了呢 就很多人说我们经济稳中向好的 你像他这个虽然在亏损 但是亏损收窄了 正向现金流了 各种的用户数据都在上升 怎么就不行了呢 因为暑期党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时间 咱们原来讲拼多多的财报的时候 说Q3大家对你没有什么预期 为什么Q2有618 Q4是双11 双12 黑5 网络星期一 圣诞节 Q3是没事干的 但是呢 对于像B站这种做内容平台的它不一样 那么Q3是什么 七八九三月 七月八月都是方鼠家的时候 暑期党啊 以B站这种大量的用户是年轻人是学生的群体来说 你暑期党应该好好挣钱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是电商休息的时候 做游戏的 做电影 电视剧的 做动漫的 你应该老是挣钱去啊 结果你现在跟去年持平也没有挣出多的钱来 这个肯定大家对它是有失望的 收入结构发生了变化 这个才是真正大家调低它预期的一个核心原因啊 它的收入结构是叫两升两降 有两个品类呢 上升了 有两个品类下降了 而大家并不喜欢它上升的这些品类 觉得它下降的一个品类才是啊 B站应该去好好努力发展的这个方向啊 那么上升的是什么 第一个是广告收入上升了21% B站向来是说我不care广告的啊 不要在这个里边设置付费墙 不看广告 你依然可以看到全部的内容 这是B站一直在去讲的是它的调性 对吧 是它的人设 那么你现在广告收入大量上升了以后 那到底你想干嘛 这是一方面 第二个呢 上升的是什么 增值服务啊 大量上升 增值服务是哪块呢 第一个是直播 另外一块就大会员 如果你买了会员费了啊 这块上升了 我儿子好像是B站的大会员啊 它这个上升里边还是有我们家的贡献的 它的用户数上升了嘛 那么你这一块上升它也是合理的 上升了17% 大会员收入 电商直播收入 这一块呢 应该算是传统收入啊 你作为这样的一个平台来说 它挣的叫死钱 广告收入呢 原来不是你的这个核心的收入方向啊 现在突然开始上涨 而且啊 在这个里头 你必须要跟B站本身的调性要做一个平衡的 上了这么多广告以后 到底你想干嘛 所以这不是大家所希望它上升的部分 那么下降的部分是什么 第一个是游戏挂了 B站一直是以动漫二次元年轻人为标签的一个内容社区吧 你现在管它叫视频社区都不行了啊 因为里边还有游戏 还有漫画 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内容在里面 在这个里边游戏一直是大家对它寄予厚望的方向 它要好好的在游戏上面去挣出钱来 因为它里边掌握了大量的IP 但是今年B站的游戏基本上算是全军覆没 它前面开发了一堆游戏 也上线了一些游戏 都不温不火 甚至说 这个游戏本身就不怎么挣钱 因为我们前面讲到字节跳动 才撤朝夕光年的时候 其实讲过这样的一个理论 流量有毒 B站就属于是自己有大量流量 特别是这种年轻人的动漫IP相关的流量 它非常非常多 现在一直说要找二次元游戏 什么动漫游戏 就一定要去B站 那么自己在B站做游戏的这些人 肯定也会受到这种影响 那么他们在做游戏的时候 可能就会差那么一点点 但是你说那么多游戏里总得有行的吧 有 有一个寄予厚望的游戏 在日本的游戏叫赛马娘 讲的是什么 反而也是由动漫改编过来的一个游戏了 一帮女性的赛马 它等于下半身是马 上半身是一个女性角色 它是由这些人去参加比赛 去做的一个游戏 在日本非常非常获得一个游戏 他们现在把它弄到国内来寄予厚望 做了大量的宣发 也拿到了版号 上线很快遭到下架 什么时候再上架不知道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短暂上架再下架呢 以我们以前去申请游戏版号的过程来看 几种可能 第一种上去了以后被人举报了 大量举报 因为你想吧 你物化女性这个事 对吧 你把一个女性变成了一个赛马 这个你再去做赛马比赛的话 那肯定是有这个不尊重女性的因素在里边 你可能过的时候 你按照这个条文一条条卡 你也没准还能过得去 但是这种东西你上去了以后 一堆道学先生很虚伪的上来举报你 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不尊重女性呢 这个事就很麻烦 另外一个 它可能最后上线的版本 跟送审的版本之间是有差异的 像我们以前在海比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特别是在国外上架过的游戏 你在国内重新去申请版号的时候 他们会邀请你去签什么样的 一个保证书 说我保证我上架以后半年不升级 因为他怕什么 他怕你全球通服 怕万一游戏里边有一些外国人说了什么东西 被国内人听到了 这个不行 万一被毒害了 这个事受不了 所以他们一定要保证说你国内的版本一定要比国外的版本新 而且你上去了以后不能随便升级 你升级了以后要向我们申报 这种申报升级的这种版号审批 更麻烦 不是一般的麻烦 像我们问过网易 问过腾讯的人 他们宁肯去申请新版号 也绝对不会去做版号升级这件事情 这是极其痛苦的一个过程 那么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很多人在期待说什么时候可以整改重新上架 那么现在看来呢 这样的游戏想去整改重新上架 大概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因为海比的弓箭传说 从我们一开始去申请版号 最后被几次拒绝了以后 最终拿到版号 大概是花了三年的时间 B站其他的一些游戏 特别是日本已经上架过 然后在国内重新发行的这些游戏 也经常需要等两三年的时间 才可以拿到版号再去上架 那么像这种被突然撤下来的游戏 你再想上架 这事就很痛苦了 对吧 因为每一个重新审核他上架的审核员 都会去想说 原来那个人为什么不让他上架 到底出了一个什么事 而且很多在中国这种潜规则 你又写的不是那么清楚 大家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对吧 我不让你上架 这事总没有大毛病 我让你上架 我可能还要承担责任 所以他想再去上架这件事 已经很难很难了 现在整个游戏行业不是变好了吗 不是说2023年游戏版号审批 恢复正常化了吗 2023年整个审批的版号 就是截止到10月份 审批的版号是要比去年要多很多的 比去年全年都多 对吧 但是有一个问题 什么 整个11月份没有批版号 对吧 整个11月份 从11月1号到11月30号 一个版号都没批下来 整个一个批次都没有啊 那么后边到底会怎么样 大家心里又开始打鼓了 是不是又要进入一个版号停滞期了 因为咱们国家的这个版号审批制度 一直是这样的啊 突然就会停下半年一年来 思考思考 怎么再往前走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11月份全国的版号都没有下发 大家会心里打鼓 而且整个2023年的版号申请这一块 大概申请的比较多的 像腾讯网易申请的比较多 但人家确实发行了很多游戏出来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正下的像说米哈游啊 这些游戏公司里头 大概每个公司申请个一两个 也就完事了 他不会申请一大堆版号的 真正申请版号多的是哪两家公司呢 除了网易腾讯之外啊 一个是朝夕光年 一个是B站申请了一大堆版号 准备冲上去乱全打死老师傅的 但是呢 做游戏这件事 你真的需要有耐心 对吧 不是说我有了流量 我有了用户群体 我就可以冲上来 一定能稳赢 没有这事 从版号申请的情况 从版号审批的情况来看 这两家公司 一个是B站 一个是朝夕光年 也就是刚刚被字节跳动 才撤掉的这个游戏部门 申请了大量的版号之外 其他人都不这么干啊 而且今年的游戏市场呢 呈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啊 什么样的新趋势 第一个就是大厂还会做大作啊 像网易腾讯 包括米哈游啊 莉莉斯这些大厂 是准备持续推出大作的 剩下的游戏公司 通通都扎堆去玩小游戏去了啊 什么叫小游戏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APP 而是在抖音或者是 微信公众号里面的这种游戏啊 这种游戏呢 开发周期要更短 而且用户会更垂直 买量或者是说进行社交裂变 也更加成熟 他们去往这个方向走了 对于像B站这种 包括像刚才咱们讲 朝夕光年那样的 大不大小不小的 对吧 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 但是呢 你又没有做出过什么大作来 对于他们来说就会很痛苦 而且字节跳动 已经把朝夕光年干掉了 那么B站 你后边到底怎么走 这条路 大家还是要拭目以待的 字节跳动把朝夕光年干掉了以后呢 人家也跟腾讯直接达成协议说 OK 我自己不做游戏了 我就老老实实做平台去了 我自己不出游戏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腾讯的游戏拿回来直播 腾讯说那你去拿去直播吧 你就不要再去抱着做游戏的贼心了 那B站是不是也以后说我就不做游戏了 我就老老实实的去作为内容发布平台 我去给大家做游戏广告平台 你们在我这买游戏的量不就完事了吗 或者我在这边做一些直播 或者做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OK 因为B站后头有一个大股东就是腾讯 那么这个事本身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那么大家也要看 因为B站在过去几年里头 在游戏这一块是重金投入 各种收购各种的买买买各种的招聘 也是建立了巨大的游戏团队 如果说要做这种转向的话 那他需要记很多的亏损 因为现在裁员的时候 就直接把收购的游戏团队 整个裁掉的这个事情 B站已经干出来了 除了游戏之外 另外一块大家寄予厚望 这次暴跌的行业是什么 或者暴跌的领域是什么呢 叫IP衍生品销售 对吧 你想B站你做了这么多动漫 做了这么多的内容 大家希望这些内容直接变出钱来 怎么办 我去做手办 再去做各种玩偶 做什么这些东西去卖 像我们比如说在北京 一些大的商场里 是有B站的 哔哩哔哩的玩偶售卖机的 这就是朝玩方向 就像泡泡马特似的 泡泡马特讲的是 我这个里头是没有IP的 没有任何故事 我只是给了你一个玩偶 让你自己去想故事 甚至当时泡泡马特 他卖的时候还在讲说 对吧 我已经放弃了自己有故事 有IP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我把自己完全放空了 让你们每一个人买到 泡泡马特的这个小玩偶以后 可以自己去给他编故事 给自己这个没有故事 找了这么冠冕堂皇的一个理由 那B站你想 我有这么多的动漫 有这么多的漫画作品 我把这些东西直接变成玩偶 变成朝玩拿出去卖 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但是在这一块上 B站基本上也是全军覆没了 怎么玩的呢 是第一个生不逢时 对吧 去年赶上疫情了 整个这一块是肯定没戏的 那你说今年呢 今年内部贪腐 对吧 B站发了公告 电商平台部门员工 庄某某伙同员 日本分公司员工 通过注册价公司 增设交易环节等方式 侵占公司财产若干 数额巨大 情节特别严重 他出了这么档的事 自己在里头把钱都瘫了 而且呢 B站的这些潮玩 本来卖的也就不怎么样 我见过他们很多 卖潮玩的这个机器 但是卖的就很差 另外一方面呢 利润率还特别低 像泡泡马特 利润率能达到40%多 B站这样的一个 我有这么多动漫IP的一个公司 他卖这个玩意儿的利润率 只有20% 那钱都被中间这帮人瘫了 现在他既然发公告了 人肯定是已经起诉了 或者已经抓了 需要重新去做人事和架构调整 后边到底怎么样 还要看 收入没有上升 亏损缩窄 靠的是什么呢 省钱省出来的呀 第一个裁员 B站还是做了大规模的裁员了 而且呢 流量采买这一块 肯定是急剧的压缩了成本 但是比较好是什么呢 我少花钱买流量了 流量是什么 谁来去安装B站客户顿 谁到B站的平台上去看东西 到别的平台做广告 这个东西叫流量采买 缩小了流量采买以后 它的用户数还上升了 这件事本身是个好事 但是对于裁员来说呢 一定是这个你对未来信心不足的一个表现 另外呢 贷宽成本进行了优化 什么叫贷宽成本 就是我们在B站上面去看视频了 看完视频以后呢 它需要向各种云计算公司 或者包括向电信部门去购买贷宽 所以我们才可以从B站上看到相关的内容 在这一块上 他们省了很多的钱 当然另外一方面 大家都在反映上 B站上面 号称有1080P的内容 看起来好像没有别的网站上 720P的清楚 那你所谓省贷宽 因为这块 它不可能发明出新算法来 都是视频压缩算法 它能够比谷歌 能够比其他人更省吗 不可能的事 所以一定是比如数据上 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做了一些花活 让大家看到视频的同时 还压缩了贷款成本 对吧 这一块也做了 但是比较好的是什么呢 它内容投入并没有减少 因为作为这样的平台来说 我肯定要花钱去买内容 一方面 比如说UP主在这个上面去做了贡献 B站要给UP主去分钱 对吧 他说我们给UP主的分层提升了 要提醒大家一点 虽然整个的分层总额上升了 但是这个B站的 每一个UP主分到的钱会变少 为什么呢 经济不好了 对吧 很多人都转职去做UP主了 那么他等于是整个的UP主的数量 急剧上升了 他所增加的 给UP主分成的钱 是赶不上UP主增加的数量的 所以每一个UP主分到的钱会下降 或者说可能几家换期几家筹吧 有一些头部的 或者增长特别快的 收入会上升 但是绝大部分的人 还是要去进行血腥厮杀的 是挣不到多少钱的 然后另外一块是什么呢 就是叫内容采买 对吧 他比如说到日本去买动画片 到哪个地方去买IP 包括国内的一些内容制作 这块的支出并没有下降 这块还算是比较好的 但是他的日翻动漫进行了总量控制 因为咱们现在只要是上日本的东西 对吧 甭管穿个和服上街了 或者是你看了个cosplay 或者什么这些都不行 前一段时间是沈阳还是什么地方 本来要搞动漫cosplay节 后来说不行了 咱们把改一改 改成什么呢 汉服和民族服饰节 对吧 咱们就规定好了 你就通通都穿汉服就完了 万一你穿个日曼的服装上来 再伤害了咱们脆弱的感情 这事受不了 对吧 日曼也是不行的 B站 Bilibili 对吧 它就是从日曼来的 甚至这个Bilibili本身就是一个日本动漫角色的名字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它对它进行限制说 我们以后要少采购动漫 日本动漫 它的用户粘着度肯定还是会受到一定考验的 B站现在在干嘛 它实际上在努力的赚快钱 一方面它在完善广告系统 B站本身原来的广告系统是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的 现在我们要慢慢把它完善起来 让这个什么呢 就是让效果广告可以有更好的可追踪性 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现在打了一广告了 到底有多少人是通过我这条广告跳转到哪个链接 怎么下了单 最后买了多少东西 这个东西叫效果广告 原来他们的广告系统并没有这么完善 现在他们把整个系统做的相对比较完善了 你现在在B站上投了很多效果广告以后 你就可以很好的去评估说 我广告投放的效果怎么样 到底我投了多少钱出去 转换了多少销售 挣了多少钱 这事能算出来了 那么在这一块上 很多的电商相关的人就会冲上来说 我来去做这件事情 我来去B站上去投广告 因为在抖音 在快手 在淘宝 在天猫 在京东 所有可以买广告的地方 大家都买遍了 现在发现这还有一块流量 没有人去买广告的 赶快去冲上去搞一下 这个东西叫流量价值滴滴 你只要是把系统完善了 大家能够知道说 我花了钱值不值啊 能够把这个收入算出来 就跟我们比如说 借了快递以后 他会告诉你说 每一站快递到什么地方了 一样 你一旦有这种数据以后 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大家会疯狂的买东西 因为这个快递有跟踪了 原来五天到 现在还五天到 但是这五天 我是告诉你 第一天走在哪 第二天走在哪 第三天走在哪了 大家对于下单买东西这件事 是会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的 现在B站把整个效果广告后台追踪这个东西做完善了以后 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新的价值立地 大家会冲上来去买 另外一块 直播电商 号称是起步了 但是这一块不太好说 因为它的大会员肯定也上升了 直播电商可能也有所上升 但是它是跟大会员费用混在一起的 到底上升了多少不好说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B站的直播电商 它跟其他直播电商不一样 你比如快手 这个快手也是这么多年亏损了以后 终于盈利了 靠什么 就是靠直播电商 但是B站 它的直播电商是非闭环的 什么意思 我在这直播了半天以后 我是没法在B站内部完成交易的 你还需要导到淘宝 导到其他地方去完成交易 在B站内部没法做完这件事情 所以B站只能干嘛 挣广告费 它是不能挣整个的GMV的 我整个电商销售的一个钱 它挣不着 而且你一旦进行这种转换了 跳转了 我从B站做完直播以后 请到哪哪去下单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效果追踪就会变得比较麻烦 而且它会有转换率 每次一跳转 它肯定会流失大量用户 那么这个B站 可能还需要后边思考一下 它到底是不是要自己搭建电商平台 有可能后边也会去做 虽然是非闭环 但是也算是开始了 就是和电商平台合作 就是将游戏流量 转换成电商流量 把它卖掉了 因为原来大家都是应该在B站 干嘛买游戏流量 你在这这么多动画片 在这看动画片的人 一定是喜欢打游戏的 我们做游戏的人就来买流量 但是今年游戏都很惨 大游戏 其实是不需要打那么多广告的 因为名声在外 小游戏 你甭管是抖音小游戏 还是微信小游戏 我为什么要到B站来打广告 我到抖音去打广告 到微信视频号上去打广告 不就完事了吗 所以B站本身 你说作为广告流量平台 这条出路也是会有问题的 但是说我们算了 广告不卖了 对吧 游戏广告不卖了 咱们卖电商广告 走这条路 那么调性就会有一些问题 因为原来游戏这个东西 它是符合B站调性的 那现在你都被电商广告 所充斥了以后 必然会对于像B站这种 有极强调性的社区 是一个挑战 那么长期符合调性的收入 基本上全军覆没了 甭管是游戏开发 游戏投放 还是自己的IP衍生品的销售 基本上全跨 短期跟电商合作 做广告 做直播这件事 有收入上升 那么大家是不喜欢的 它的长期收入 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这个可能一时半会儿 还看不到希望 这也就是为什么评计机构 给它把评计往下调 当然股市会比评计机构更敏感 你评计机构说 你现在值13块2了 股市就直接给你跌到11块5毛1 对吧 后边到底怎么能够起来 大家继续拭目以待 好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讲的故事 感谢大家收听 帮忙点赞 点小铃铛 参加discord讨论群 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 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 再见